哈囉 大家好 請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這款遊戲啊 真的還蠻酷炫的喔 因為一直以來的話 這邊也有玩過一些些就是那個棒字類型的遊戲嘛 就是類似我們就是那個 你的目標就是要殺死我啊 或是史萊姆那種 然後或是就是一些就是比如說 有一個Boss在前面啊 你要一直瘋狂去點他 去砍他的那種遊戲 是有這種棒字的喔 而不是像是我們就是那個魔女 魔形少女或是棒式武林那種棒字的 那這種棒字遊戲的話就是你要慢慢的就是 培養你畫面上面的這隻角色 然後讓他能夠就去通關這樣子 但是這款遊戲啊 叫做我們這個 武林少女這個棒字培養類型的這個遊戲 我覺得蠻酷炫的是因為他 做的整個質感就很高 你知道嗎 就是一般來說這種遊戲就是 因為你棒的他就會變強了嘛 然後你就要去點他的一些東西啊 比如說像我們玩那個 貓的那個就是莊園的時候 就是要一直去做貓做菜 然後你就有更多的錢可以去提升他這樣子 那這款遊戲的話就是要讓我們這個 武林少女不斷的就是變強然後去砍人 那我覺得這種類型的遊戲的話 不外乎就是幾點啊 就是比如說像貓咪的話 你就要讓他很可愛 那像我們這種就是武學這種打鬥的 那他的這個場面就要做得非常非常有魄力 所以你就會很想要去期待一下他接下來 學到的招式跟一些武功的相關的東西 那這款遊戲我覺得就是做的 他其實做成橫向卷軸戰鬥遊戲的話 我應該也是會買單的喔 那他整體的這個就是爆破性啊 跟就是整體的這個是招式的展演我覺得都做的還 蠻不錯的 所以你就是放著放著然後讓他變強之後 你就可以來看一下就是你這個武林少女喔 其實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好不好 看這個妹妹慢慢的成長然後慢慢的打贏一些東西 那後面的話好像還有一些就是我們的那個 PVP相關的東西啦 所以等到我們之後打到那個對練場的時候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挑戰的部分的話基本上是非常非常建議大家就是 每天就是在我們這個 一般的這個財務區域啊 這邊都把這些廣告看完 然後你就可以就是去裡面拿到一些就是 鑰匙啊或是結界石 能夠去提升一下自己的一些能力的喔 因為這邊的話不外乎就是要一直不斷的去提升自己的能力 然後打完這個關卡 那裡面的話就是你沒有打贏的話 他這邊會自動幫你反布就是一直挑戰這個關卡 然後當你能夠打贏的時候的話呢 你就可以就是來突破一下喔 有點像是我們那個啦就是 你的目標就是要殺死我一樣 你就是必須要就是一直那個 一直的把那個BOSS給打死 那在打死之前的話你要在時間之內去打贏喔 所以你就要不斷的去培養自己的這個 欸裝備啊就是這些武器啊 或者是我們這邊的這個防具或是飾品 然後還有我們這邊的這個武學 那這款遊戲我覺得做的不錯的地方就是 他其實你要抽武學或是要抽武器或是抽裝備這種東西的話 你是不用去花到課金的這個石頭了 因為照理來說就是我們玩其他那種類型的培養遊戲的話 你又是必須要花一下就是你的一些課金的石頭 但是這遊戲裡面的話 他是要用這個 金子的喔 那金子的話基本上你可以就是在我們的這個 挑戰環節的這個魔物倉庫裡面去取得這個300 而且裡面這些東西的話都感覺是比較好拿的 那你另外一些就是要去買的東西的話 基本上好像就是紅色的這個勾玉 所以我覺得還算是ok 但是他這個抽卡的話也是蠻酷炫的 因為你看他這邊30抽是2700嘛對不對 但比較特別的就是你如果一開始抽的時候啊 你的這邊的機率啊 就UR跟U跟SR這邊的機率的話是0的喔 就是你沒有就是把他的這個召喚這個level往上拉的話 你是召喚不到就是比較高階的這些武器的喔 所以你就是必須要不斷的一直召喚一直召喚啊 你才會提高就是自己召喚的階級 那最高是召喚到這個LB10 我不知道這個LB10是召喚到LB10結束之後他就會刷到LB1 還是一直就是會維持到LB10喔 然後我們這邊的這個防具跟召喚物跟武功跟這個 召喚的這個演練石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就還蠻酷炫的喔 那目前來說哲平是有賽到啦 就是我有賽到一把這個SR加的這邊的這個武器 那我這邊的話接下來應該是先努力的把那個 先把防具跟飾品也閃到就是SR的這個部分吧喔 然後裡面真的跟你講 剛剛我有不小心就是按到這個防具這邊加到就是300抽 所以我這邊的話是LB5的喔 就是你轉一次30抽之後對不對 你再連續轉的話這邊下面是這個300抽然後27000 其實我覺得這個金子也還算是好取得啦喔 那這邊的話我們是順利的轉到了這個SR的衣服 那我就直接給他穿起來喔沒有問題 然後你就可以就是去強化或幹嘛之類的喔 這種遊戲的話基本上就是慢慢的培養 然後你就可以就是看到一些更華麗的招式喔 我覺得是這個樣子喔 然後這邊召喚飾品 我們也是先刷到一個SR的 哇欸 運氣不錯欸 哼 這麼拍片直接給你就是瘋狂的抽中這個SR的這個飾品嗎 然後就直接就是爽爽的這個工商一波 那我自己個人認為就是武器這些雖然很重要啦 但是最重要的話應該還是跟招式有關喔 武功這邊 而且武功的話才是就是呈現出來最帥氣的地方 就是他會這邊會放招式嘛 然後你就可以用這個招式去打人這樣子喔 所以這邊的話我自己個人覺得應該武功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要多抽一些武功阿 然後這邊的話最高也是UR的這個武功喔 那我們看一下能不能抽到SR 哇欸一講就直接抽到SR 欸我傻眼欸 我剛剛自己下司機賽抽的時候都沒有抽到這麼多SR的東西欸 誇張了吧這個 是吧 那我現在我要剩現在趕快多刷一點點 不然到時候沒有錄影片的時候就不給了喔 那寶石這邊的話這個都算還是給的還蠻OK的啦 然後都可以用刷的去刷到我覺得就還行喔 就是不會可是我覺得他這個就是有點像是那個一次給你很多 但是其實他抽的時候他是要花蠻多東西的 所以你可能就沒有像你想像中的就是要抽這麼少喔 繼續抽 我們把這個抽到更高一點點武學好了好不好 SR又來一個了 再抽多一點 我覺得這個武功抽多一點好像會還蠻不錯的喔 看一下能不能賽到一個UR之類的 因為U啦就是SR上面是一個U這樣子 繼續有沒有U 喔完了 我剛剛看到三百抽了是不是 我已經沒了耶 喔沒有沒有沒有 這邊是三百抽到這麼多 所以一定是沒有的 我們現在抽三十抽 喔有有兩個U 有兩個U了 我們現在目前來說機率是1% 其實我覺得他給東西還算是 給的不會就是 該怎麼說呢 就是不會很就是那個很難去抽他啦 就是他都很肯給喔 只是你要再更厲害的話你就必須要抽更多 喔我們來看一下兩招U的這個招式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喔 兩招新絕招 喔 打上去如果真的很痛的話那就沒有什麼問題了喔 喔喔 這招應該是SR的那一招 蠻帥的然後這個蓮花開 有沒有看到我是說這個遊戲他其實做起來 他整體的這個呈現感就真的很棒喔 就是所以我就覺得 你知道嗎 我就想說 這個放置類型的遊戲現在這個質量也這麼高了是不是 就是你必須要做到這麼高的質量 還只能做放置類型遊戲喔 因為這款如果做就是動作類型遊戲的話 我自己個人應該也會還蠻喜歡的 只是他就做放置類型遊戲的話就是 可能就是比較否一些就是上班族的客群 然後你就是偶爾去玩一玩然後打一打 然後其實就 就還蠻舒服的 然後看一下這邊的這個武林妹子成長進化這樣子 我剛剛抽了兩個U的招式真的是 夭壽帥好不好 完全沒問題 就是你原本卡關的東西的話 你去抽一抽基本上就OK了喔 那因為我們剛剛算是有抽到一個U的 所以我現在再抽一下那個武器好了 把武器看一下能不能抽一把U的出來好了 因為我覺得除了就是招式以外的話 武器大概就是第二個重點 因為武器才會提高一些就是攻擊的一些能力喔 好又是一個SR 繼續 慢慢甩一下看一下能不能到U 但是我們現在也只剩下三萬多的這個 三萬多的這個元寶了喔 喔有U了有U了 可以喔有U了有U了 欸其實真的還蠻好中的啦 而且你也未必一定要抽這些東西 也未必一定要抽這些東西 因為你就是讓他慢慢掛機慢慢成長就可以了 好推薦就是這把U鍵 好U鍵 那比較可惜的是就是這遊戲他沒有就是 武器的這個還原的這個效果啦 我們這邊就是一把U鍵 喔然後再加上這邊的這個U招式 因為我們現在基本上打王這邊的話 都還不會就是損到沒血啦 所以防具這些的話我覺得應該是還好的喔 那大家基本上如果你們有玩這款遊戲的話 你們會怎麼樣培養武將呢 喔不是武將啊就是培養我們這個武林少女呢 你們也可以跟子民分享一下喔 因為其實我剛剛就是隨便亂按的喔 那我們就這樣子看一下如果我們這樣子一直打一直打 然後之後下一集的時候 我們這個元寶是不是會又往上回復了 這也是有可能的喔 因為其實他感覺抽卡需要耗費的東西不會說太多 然後他給的東西也還算是蠻多的喔 所以來說我覺得就是放置類型的遊戲阿 最好玩的地方就是看他的這個 你要有一點成長的感覺 那你有慢慢在成長的時候的話 招式就是慢慢打上去然後數字爆很多 聽說好像有一些人就是看到這麼高的數字 你會玩起來會很爽好不好 那整體來說他是沒有太多的一些操作的部分的齁 除非就是之後如果挑戰這邊的話 這個隊練場我們是能夠自己去操控的話 那應該就不一樣了 但是看起來應該是沒有 但是你這邊的話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操控開技能的這個招式啦 因為我這邊是按Auto的這個原因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這樣如果把Auto關掉的話 他角色基本上就是會自己去做一波打架 去做一波打架然後他不會開大招 但是如果你在跟別人對打的時候的話 有時候可能你用一些招式可以去訂別人或幹嘛的話 那應該就會有一些不錯的地方這樣感覺了齁 那我是覺得這種類型的遊戲的話就是可以不用花那麼多錢阿 你只要花你的時間慢慢去掛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這要衝綁的話呢 那我覺得大佬他們應該還是會 還是會課金的啦 畢竟 衝綁這種東西 就一定就是要花錢才會爽的 但是整體來說如果你只是想要就是 體驗一下這種這種就是 看畫面這個妹子 你慢慢養他然後他慢慢去 割肉阿或是幹嘛之類的 然後打起來很爽然後有看他成長的感覺的話 這款遊戲真的是 目前來說啦 最近玩過的這個棒子類型遊戲 我覺得真的算蠻爽的好不好 你看我剛剛抽了那個U的這個招式 我整個畫面已經那個 畫質高到一個不行 直接一個爆炸好不好 很帥喔好不好 那今天跟大家介紹的就是這個 武林少女的這個培養喔 如果你是喜歡棒子類型遊戲 如果你不想要花太多時間在手機遊戲上面 然後你打開來 然後就是會看到這個角色 就有很多東西可以升級的話呢 這款遊戲非常非常可以給大家 因為他就算你把遊戲關掉阿 他基本上還是會有一些掛機的這個部分喔 然後你就可以慢慢的去 去培養一下這些角色 然後把他練到更高等阿 然後之後的話就可以就是 看他去打別人 或者去就是有一些更帥氣的招式 這樣的感覺囉好不好 那如果你們有玩的話 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你們覺得哪一些武學阿 或是武器 最適合就是我們現在的這個掛機 或是打別人 都可以分享一下你們一些想法 那我是小小小的再見囉 大家 掰掰囉 掰掰